大家好,我是虞超 今天是2019年9月10号星期二 今天的节目呢,我什么准备都没做 因为呢 有些事儿让我心里不是很高兴 我做了昨天那个关于谷歌的节目以后,到现在为止啊 大约是 大约是 10个小时吧 那个整个view的数目只有606个 只有606人 我的这个订阅数是5000多人吧 然后只有606个人看了 我是不相信这个数字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向肖明那边打听了一下 他前一段呢,他就前两天刚刚做的一个就是 美国将用金融核武器去 打击中共的这个节目 他那个 节目有121k 这个 浏览量 121k浏览量就是12万浏览量 那咱们大家想他发财了吧 我要上网一算 这个YouTube如果有 121k浏览量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多少 1000多块美元还是多少美元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节目拿了多少美元了 是不是 从美国人拿了多少经费了 告诉我 15块6毛1 他挣了15块6毛1 我就说你赶紧把这个截图截下来 然后拿这个截图找美国人告状 现在正在调查这个 谷歌你是不是在这个 广告上做手脚的 你还这么对我们 两周之前我做那个 做那个有关谷歌应该被拆分那个节目 好几个观众看着1300人被砍到945人 现在我这做了一个节目说谷歌你给我弄606个view 我就说这个 谷歌你以为我是非要靠这东西挣钱是吗 我就看你这个替中共卖命不顺眼 我就得去接你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不是你前20年时候你捧着这个中共你能挣钱的时候了 我跟你说现在是全世界 一起要把中共打翻的时候你还跟他们站在一块 你顾了一帮的大陆人 然后呢让他们去负责这个这个华语的业务 然后是这个他们做什么事你假装不知道 你装什么孙子呀你 我呢 就跟那个江峰也聊过 谷歌就YouTube在 给江峰他们也做手脚而且在更早之前 法轮功有一个报纸啊他是嘻笑怒骂这个风格的 是人民报 他们在人民报投放广告 这个机制上也做手脚 不让那个 人民报那出现广告就不给他们钱 说他这个 说人民报那个内容涉嫌什么淫秽什么的这个这个 我看不出人民报那个 内容怎么涉嫌淫秽当然有的时候说的有点没边什么的 他本来就是以开玩笑的方式类似 有点类似美国那个洋葱报纸 那种感觉 这都是持续十几年的事情了 你谷歌替中共卖命我就不知道你能从这个过程中 得到什么呀你 而且你那个佩奇和这个 这个布林以前都是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都曾经接受过这个受到过这个 共产专制的 这种迫害 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专门 把自己这个经历说出来 不管长不管短不管有没有广告 我就得说你一分钱不给我我也说 我想想还要说什么 就说20年以来 跟着中共打击法轮功的 就这些人 我没有看一个有好下场的 就上回我说吴宏达 那么最开始他办的劳改基金 反正在西方也赢得了一定的接纳 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 法轮功喊出 法轮功的人被活摘器官 他竟然给美国人写信 说这个 活摘器官不可信 说法轮功 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多维论坛那个和平 在1999年的时候你就投靠中共 当时在你那上面说那个多维网 那个伪身邪恶 我为他不值 那篇文章就是我于超写的 你知道吗 现在你还 你们这帮人还在台面上 好像是正义化身似的 我们能活到现在就没有你们什么份可以玩的了知道吗 台面上这些人哪 其实你看他是不是这个 投共啊 我觉得有这个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一个势金石 就是对于法轮功的态度 对于法轮功的态度 你认为法轮功教义认可不认可呀 这个都是 都无所谓 可以说是 你对法轮功和平抗暴的态度呢 直接可以看出 你是不是和中共有勾结 或者你是不是在给中共使眼色 未来的世界不是你们这些人 前20年前40年的那个世界了 未来50年之内呀 你们哪都得想想怎么跳船 就像谷歌这样的 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 已经开始这个 全面的亲共了 还在这个为共产党 这么这个吹辣残堂的 你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行那今天我先说到这 不太高兴 下次吧 下次我们再想想怎么 怎么把这个谷歌的这帮人 没别的我跟你说 就是在美国找说得上话的人 就到处去找 我们就会这么干 你等着吧